台选务机构20号开放受理台湾地区政府领导人与民意代表选举候选人登记 登记24号结束后 岛内选举正式拉开战母 据台媒报道 赖清德20号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 邀请台所谓驻美代表萧美琴成为其参选2024年的搭档 台湾事部门证实萧美琴当天上午9时正式请辞 有民进党人士认为 萧美琴对外能让美方及国际更信任所谓赖萧佩 对内能帮助赖清德催出妇女青年及蔡英文支持者三大族群选票 对此国台办日前表示 赖清德和萧美琴两个人凑成双赌组合 赌上加赌 对台海形势意味着什么 对台湾老百姓的身家姓名意味着什么 对台湾的前途命运意味着什么 相信每一位台湾同胞都很清楚 中国国民党与民众党由于双方对民调误差范围解读不同 蓝白河做进入延长战 中国国民党主席朱立伦19号表示 22号周三将最终确认蓝白河结果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20号回应称 在野整合要推出最强的胜选团队去比赛 会努力到最后一秒 民意代表登记方面 苗栗县第一选区参选人陈超明 20号率先完成参选登记 抢得头筹 台中市国民党提名的8名明代参选人 以及民众党提名的蔡碧如21号由朱立伦 与台中市长卢秀燕陪同联合登记 此前台选务机构公告台湾地区政府领导人联署结果 在十组被联署人中 仅有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及副手赖佩侠通过门槛 郭台铭提出103.7万联署书 实际清点人数为103.8万 符合规定的有90万 超过法定连署人数29万取得明年选举的门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